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梅 现在我已经到家了 我二叔他们还在医院等明天动手术 然后再住院两三天他们应该也就回来了 我感觉我下巴肿了 因为今天早上我去医院洗牙了 好痛啊 医生给我洗的时候我眼泪不流好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压结石太多了 所以才会痛吧 然后还流了一天的口水 我是在大医院里面洗的 一共花了250多块 然后医疗报销了107块 然后总共交了140多块 也不贵 本来我打算在外面洗的 但是我害怕被骗 所以就在 因为在外面方便一点嘛 但是我还怕被骗 所以我就去大医院里面洗的 为什么害怕被骗 因为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被骗过 然后不是洗牙是骗其他的 所以但是我也害怕被骗 而且在大医院里面的肯定比外面便宜 在外面的话或许还我怕还不止200多吧 为什么我会害怕被骗 那当然是以前我被骗过了 我说出来你们不要笑话我 那我就长话短说简略的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街上逛街 然后人家就给我们发传单 然后又把我们拉到店里面 然后就给我们介绍东说西说 嗯一开始是说什么免费洗脸体验 然后还送什么鬼 然后后面他又开始介绍其他的产品 就说体验一下反正才一两百块钱 然后他就在你的脸上弄弄好长时间 等到结账了之后他又说三千块钱 我们两个都吓懵了 然后他就说我们用这个多少钱 用那个要多少钱 他又而且他给你洗脸的时候 专门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他又说是你已经同意的 你经过同意我们才弄了什么之类的 这样 然后我们就两个傻傻的 就把钱一个转给人家了 现在我想想我都好后悔 你们不知道我当时心疼我那一千多块钱 多心疼啊 那要干多久的活才赚得到 活该 太倒霉了那天 还有我身边那些朋友去那些私人医院 或者门诊啊看病之类的 都被骗了好多钱 本来没那么严重的 他给你说的很严重 吓唬你然后你就太怕了 然后就去跟着他去治 治了之后就找那么多钱 所以现在去干嘛 去生病啊什么之类的 我都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 那些不靠谱的 太坑人了 真的吸取那一次教训之后 还有身边那些朋友述说的那些 我就真的好怕被骗 所以现在我做什么 我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虑才去做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骗过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被骗过 应该是要看被骗多或者被骗少了 因为现在骗子太多了真的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就跟你们说这么多拜拜 拜拜